我們開咪的好處,你知不知道是什麼聲音? 什麼? 就是買酒喝 因為樓下很多選擇 我見你無非想休息給自己 你應該要去買罐 之前有的,如果一百集之前的慶祝可能會記得有 但最近比較不順路,遲些順路的話就可以考慮 不是,很順路,因為樓下 我不喜歡樓下金 這樣嗎?明白 總之怎樣都好,找個機會給自己的精神休息一下 這個真的很重要 還要這罐我挺入口的,喝兩口 好 遲些如果有些品牌,願意放廣告在這些地方 那些飲水會變成拿來賣廣告 你說多有商業價值 但你要想一想怎樣做廣告 應該是對家想做的時候,要贊助你才對 什麼啦 逆向廣告 既然有一條狠狠 整天都拿我的電話 拿監製的電話去叫外賣 有貓賣的,不如就削性又找那一檔談談 有沒有可以計算 屁股,外賣又到了 不差再又找一份吃 就好像TV邊放KFC在那裡 喝完兩口之後,商業頭腦馬上升 我們的贊助特別厲害 人家又有杯麵又厲害 馬上還有補金 聊過中秋 已經過了 我覺得轉會槍像什麼呢 就像01年前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足夠老人 以前是沒有轉會槍的 那些人在10月轉會 11月轉會 2月、3月轉會 那時候拍金去阿仙圖 10月才轉會 有啊 以前很多轉會都是 有那種味道 有10月、11月那些是這樣的 有正宗說 你的主持有兩個帳戶 不好意思 這是我的問題 好 純粹因為我今天 實在有太過興運的關係 我要多謝兩個人 第一個是乾媽 我乾媽是誰呢 就是這個ARKK的Founder 所有買美股的人都會拜他做乾媽 多謝乾媽 為什麼呢 因為多謝乾媽大協 不要大切迷我 大哥 你留給我 對 稍後結束之後說 第二個是誰呢 就是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像我這個入市的機會 多謝川普 多謝川普 但是 我也知道川普應該不能連任 所以 他也是為了你這個 你好真心 他也是為了你這個 他也是為了你這個 又來發高仆街 你把你的功力去到美國 頭頭鋪力 東方的神秘力量 他在臨換界之前給我一些甜頭 我覺得我也要感恩 但我也知道現在買美股方面 大家很容易獲得大協 詳情看回前幾集的Streat for N 是有很多怎樣買美股的攻略 因為我都問了很多聽眾 聽眾也很資訊 講完不同的APP 基本上就是 那時候Tesla跌到仆街 那一集好像還沒有 不是 那一陣子都在跌 但是還沒有去到仆街 還沒有去到仆街 還沒有去到仆街 真正仆街是9月4號那一天 不過不要緊 你有看Garfather Garfather 開頭那句對白 每個買美股的人都應該要記得 I believe in America America has made my fortune 天天都要說一次 好 不說其他 再值這個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哈哈哈哈 不過還是說一句 特朗普你都不可以連任 我也要謝謝你 明白的 多謝四年你都喝光 多謝大傑小弟 今天我們就轉會 對 就是這個 幾大聯賽的 轉會槍的情況 另外 聽眾就說 說兩句 Garatha stronghold 萬聯到死 Garatha長命八十年 待會是Stratford End 再說 沒錯 萬聯那一段 我待會是Stratford End 再說 因為這個是一個 好像永遠都說不完的題目 當然是說不完 每個禮拜都有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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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又不是看過這麼灰 我知道大家都 大家錯過了 心情都很愉快 看完轉會槍之後 真的 你又簽兩個新仔 一個就是那個查奧爾 當然有你一個叫法 迪亞路 亞特蘭大的新星 另外就是比列斯迪 但是 Nick在WhatsApp跟我聊天的時候 說 這個比列斯迪 推崇備致 烏拉圭是這個 是一個 非常推薦的一個技能 非常推薦的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由南美又烏拉圭 科蘭 新科蘭 卡雲尼 再加上這個 烏拉圭很厲害 但有什麼 要多謝科蘭 雖然科蘭已經被彭拿捕了 但是據說 這件事 就是他經手 介紹 阿比利斯迪來到的 我覺得曼聯 就跟我個人一樣 都有同一個特質 就是我們 混蛋的時候 都很喜歡滾人程卡 都是 但是滾人程卡之後 就沒有什麼其他辦法 所以就是這樣 但曼聯那部分 待會再說 全部都是槍 現在都267個人 開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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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67集的看播台 不是267嗎 350嗎 267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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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完 就是我 OK 是否統萬聯就是要這樣 什麼 統萬聯就是要這樣 統萬聯就是要這樣 應該要像我現在這麼亢奮 開心 又添到人 滿足 知足 總編又瘦了 然後總編又瘦了 你看看 人生多快活 今晚又說一下轉會槍 轉會槍又隔了很久 我還沒試過是十月還有買賣 大家如果可以炒回二三十年前 那些轉會槍 是可以 不需要專門做一個所謂的轉會槍 你去到十月十一月 你都正常有進行 我記得簡東華都是 不是夏天的時候 讀一下留言 看東西清邪 高山清 可以 可以 OK 這個highlight 我幫你highlight 但我不會流淚 首先高山是沒有買匯豐的 我沒有買匯豐 他不需要鹹 但他買Tesla 但Tesla 回到正常軌道 但我現在擺倉 我都沒有買Tesla 我現在買其他東西 但還是說他多謝乾媽 另外就是 祝福拜登長命百歲 不用我祝福拜登 拜登也長命百歲 對 所以今晚我們的形式會是這樣的 大家都知道現在我們的節目是兩節 我們有一節會放在Patreon才可以聽 大家不要在這裡猜大小 就是上節是什麼 下節是什麼 總之什麼都不要管 按了龍頭上面的連結 Patreon 先課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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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由其他的聯賽 即是英超以外的買賣 因為有幾對波的轉會 我覺得都拿出來講 頗有代表性 我們先課德甲 德甲 在轉會窗的最後一天 拜仁 已經完成了整個組班 今年拜仁 走了太亞高 但稱不走 查韋馬天尼斯 但是也是 撿了很多不同的位置 因為我們也知道 古天鴻又離開 然後佩利錫 又沒有留下 而阿菲利克 他那個傾向都很清楚 他自己希望在逆風的位置 保持足夠多的人選 可能有些聽眾 有些觀眾 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為什麼白人要保持這麼多的役 原因都很簡單 因為白人真的需要這麼多的役 不是白人的役異雙嗎 第一白人的役異雙 第二白人的打法是很依靠外線的球員 你看到無論是兩閘 逆風 有一點像我們以前看的很古典的足球 即是WM 你見到WM推到前面有五個人在那裡 你要有外線 懂得去衝擊落底的 又有 45度全衝 這個就是Cut In 又或者是副位做球 又有 很多很多不同的選擇 要這樣放在那裡 整個進攻組合才會成功 所以白人 最後竟然照回他們的舊將 道教拉斯哥斯達回巢 我想除了這個收購之外 另外還有馬賽的沙爾 馬賽的沙爾 大家如果有看上季歐霸 應該是上上季歐霸 我想對他應該會有些印象 這個叫做 保拿沙爾 而且價錢也不是很貴 八百萬至一千萬歐 另外還有就是羅卡 愛斯賓奴的防守中場 都講了一整年了 現在終於都轉成會了 另外就是卓普武亭 卓普武亭 又不要講他什麼戰術價值 只講他人生的軌跡 我想都已經充滿著這個傳奇的色彩 大家真的要好好學習一下 我覺得學習不是學習他 他學習除了轉會之外 他找對A長 這個才厲害 他A長是誰 我們可不可以查一下 看看手下有什麼球員 可能都有相似的軌跡 其實我們可以順藤摸瓜 找到很多東西 他有一檔經理人公司 就叫做ROGON ROGON ROGON 德國的 ROGON 有泰羅基拿 費明羅 沙比薩 巴卡藥膏 達斯拿 夏斯頓堡 早連頓 他全部都不差 通過很多好貨 巴卡藥膏也有趣 巴卡藥膏也有趣 他之前在AC 就是跟阿嘉奴術吵 現在又相遇 還有就是密斯莫域 現在在踢基達菲 塞爾維亞的中場 Josher King Josher King 但是你會發現這一堆人 都全部有過通點 都是在德澳那邊的聯賽 踢開 另外就是 德國公司 德國公司 還有密斯美亞 水晶宮 這個真的做得好 另外就是 古斯達和 巴西防守中場 還有蘇伊斯 多蒙特的左閘 其實他都跌得很厲害 所以就是這堆人做到 尼蘇基 這個就是 PSG的新手 還有這個 匈牙利 他鋪法很漂亮 他拿著球員 OK 漂亮 所以其實 這個班底 都很值得期待 都很值得期待 有好幾個都 剛才你說的 轉了會 或者續約之後 就 就 好像翠邦胡亭 那就是 證明A長做到 是 沒錯 那 所以 我們為什麼 經常都說 看轉會槍 很多時候 操作不是 只是看球員之間的 互動這麼簡單 看經理人身後的影子 不過大家都需要有一件事要留意 就是說 我們 接下來這個轉會槍打喉的時間 國際觸血應該會針對經理人公司 對於他們的 代理費 是會有一定的限制的 而且碰巧 今年是這個疫情的爆發 所以 可能在代理費方面 經理人就沒有這麼和美的收入 但我也覺得應該是轉會槍的規管 來臨前夕的一個 所謂的最後的瘋狂 應該都是近一兩個轉會槍的事 我想問 一月是不是又會再開轉會槍 會再開的 是會再開的 很快的 神經病 現在十月 十月八 你真的過幾兩個月又開轉會槍 是啊 神經病 那就正了 萬元等著開 又要買幾個 每個轉會槍繼續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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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得說 我們在說拜仁 不要無緣無故 找些借口去 招開來說 因為你說轉會槍和馬仁 就沒有理由 很自然就會想到這一隊 真的可以說拜仁 但很自然 很自然 拜仁都是這樣 對 對 你這樣說的話 搞到拜仁的球迷都想聽轉會槍總結 那些 又是要 搞到他跌跌 不可以這樣的 做人要公道一點 對 雖然大家都明白 稍後都說明 我們還有一個節目 叫Street for End 就只是說萬元 所以大家有些耐性 想聽說萬元 就先聽這兩個鐘 對嗎 卓普 還有穆亭 杜格拉斯 哥斯達 還有Cirky 這個 荷蘭的 新秀 他沒有在轉會槍裡面 最後借出去 還有 剛才數漏了 這個 尼安祖 是PSG 新簽回來的 一個是年輕人 暫且說拜仁的轉會槍 我想都算是 尼羅桑尼 加起來 其實都 阿劉布 還有這個門槍 其實 這個轉會槍 就花了6200萬歐 你以為他花了很多錢 6200萬歐 Tiago這個 不說了 這個要留待之後 拿回來的時候 才再評論 但是他都花了幾多 然後整個轉會槍 正支出 Nest Band 是4000萬歐 都控制得很好 幾好 其實 他一向做得很好 完美了 你只花了4000萬歐 我覺得我們講轉會 這個題目 應該要懂得去找一個 設合點去講 就是 每隊球的買人 其實都有一種藝術 是傾丟的藝術 但是拜人的藝術是什麼呢 當然 不要馬上搶著 說德甲自己圍裏 自由身搶人 我就知道 大家都要這樣反應 我覺得 大家可以留在拜人 才回來的那些人 其實這個夏天是有點不一樣的 羅卡是愛斯賓豪的 三十二是法甲 馬賽的 另外 法國邦來說 有剛才說尼安祖 拜人近幾年來的模式 都多了 是喜歡在法國那邊去 挖一些人回來 或者可能是一些 有法國背景的球員 聽眾也有講道理素 盧卡斯 向盟迪斯 炮華特 我覺得他用兩個策略 一個就是得甲的才能 你就盡量維持你的合約到完 那你就免費過來 那我就不用浪費錢 然後他浪費的錢 就在外面買一些 年輕人 譬如艾芳數大維斯 也是這樣買回來 他買到的 其實他買買買買買買買 可能有很多個 但總之中一兩個 他已經幫到對方很多 所以 但又要這樣說 你什麼年輕人 就算他不用這些年輕人 字面的實力也是OK的 你看到拜人 其實在他的體系 他可以有一個很完整 很清晰的一個想法 就算你說 這些年輕人 我選不成的說話 其實你只靠現在的計劃 你應該都行得很順利 不會出現到一個情況 就是要看那個人買回來的時候 才能夾到那個形狀 你可以看到拜人的基礎 就是在這裡 有些球隊不是 可能那個形狀 或者整個系統 你不是很完整 你都要看買回來的人 夾成怎樣 才能很快出到成績 那拜人就是一家這樣的球會 當然你問我的話 我會覺得 其實 羅卡 算成本 就隨便有聰明 有些朋友的說法 其實不是 你買回來都是拿來代曹 為馬天尼斯 我覺得又不是 因為曹為馬天尼斯 那個角色 就是 更加偏向防守性多一點 無論是中堅 防守中場 那些位置去做一個搖擺 但是 你說艾斯坦奴從 在那裡簽回來這個羅卡 我想就會是一個 都是一個比較 控制型的防守中場 比較 另外 就 保拿沙爾 這個就穩穩陣陣 我意思是穩穩陣陣的意思 其實他都是彌補法帕拉特沒有的東西 帕拉特如果你說 打個衛衫後衛的右中堅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說出擊那方面的話 他的確不是真的那麼強 阿龍你是法國的球迷 你世界盃那一輪 去觀察帕拉特的打法 你都覺得他不像是走外線 支援進攻的那一集 其實 如果你記得世界盃 他世界盃球漂亮的 那時候也是覺得 我自己 自從我在世界盃的觀感 都想得來攻一下 射一下球 你見到他也有接觸的 他不是那些純防守型的那些 當然現在 我覺得很少是純防守型的 因為始終你集位 接觸進攻是很重要的 但是 其實我失望的 他在拜仁剛剛過季 我希望他再好些 因為 他都在進攻方面 可能是因為 其實拜仁整個體系 很完善 你覺得 他沒有了他的進攻 都不是差那麼遠 但是我會覺得 我會想他更加好 譬如 出球 時機時間 其實他時機時間 有些差 我會想他 上去的 那些事情 但他的防守又不是特別突出 對 就是這樣 但是 他在世界盃當時是頗鎖的 是OK的 法國的感覺 就好像 那四後防 好像是放了四個中堅 在後面 然後 前面就 3-4 你 盧卡斯 帕華特 根本 是兩個中堅 都不用怎麼壓上去 你比前面 中前場 怎樣沒有都沒有問題 其實 我覺得法國的體系 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是不需要一個正宗的防守中堅 他後面已經放了四個中堅 所以他膽敢死 4-2-3-1 就是放普巴加簡迪 對 簡迪 不是一個所謂 單防中 這件事 我們其實 他覆蓋面大 覆蓋面大 是覆蓋面大 但他不是一個正宗的防守中堅 對 他不是防中位 部位 部時機 他是 可以是中場搶折力高 但不是防中那一隻 沒有錯 不是鬥著那一隻 沒有錯 所以其實 我覺得 大家不要拿法國的體系 和白人比 因為 現在費力克他需要的東西 應該和法國國家隊那一套 都幾不同 但當然是否說 費力克他自己 不會去擺這些方式 我覺得他可以試一下 但這不是他的第一選 我自己覺得 所以他說 那一年法國 又想起早兩年比利時 這樣 這樣 又說多一點 先說到白人這邊 我覺得其實 不同類型的球員 都已經有齊了 是啊 我想大家最感興奮的地方 就是 杜格拉斯哥斯達 可能在腳下的技術 還有在盆扭的方面 就會在前面幾個逆風裡面 突出那個 但他跟佩利錫的角色 就會非常不一樣 因為其實佩利錫 是更加可以兼顧攻守 在左路 而白人的逆風選擇裡面 似乎欠缺了一個這樣的角色 就這樣 嗯 卓普慕亭 就 這個 寫了幾秒 這個都不是一個常理去分析 不是 我朋友叫他做主妹莫亭 他真的很厲害 其實他在隊中的作用 你說是不是這麼大 又不是這麼大 但是可能關鍵球 他可能入到的 好像上去BSC 他就好像四眼哥哥在雙筆 這樣 是啊 實力不是很強 但不知為什麼 你總是要開個位置給他 對 你總是留到個位置給他 這樣 這個主要真的是 示範這個代表 其實是很強的 嗯 都是 就是 跟你說他未必是很突出的表現 是 而你說買他那個球會 其實也不是真的特別要依靠他 我又不相信沒有了他會不行 是 但是偏偏很多球會都會去找他回來 而且是憑密地在那裡轉 那憑密地轉 其實最開心的就是Agent 對 沒錯 你季季轉 或者兩季轉一次 最開心的就是Agent 對 即使外借他都有錢收的 是啊 所以其實他都 卓盆武亭像櫻木多些 櫻木不知多有用 是不是 卓盆武亭就是 櫻木沒有轉會 還有卓盆武亭 對 你說得出一個用處 那個角色不同 那個角色真的不同 是啊 還有 其實你想想 你要後備職有一個人 他出來永遠都交到功課 他不需要最囂張 但總之你扔他出來 他又可以坐後備 他永遠都覺得OK 他不會說 為什麼你不讓我踢 我這麼多十多二十場 不能踢 要聽眾課金也要回應一下 還做什麼Stri for End Stri for End 加E the End 發音是否正 End Stri for End 大家都要學定英文 因為接下來 大家都歸英派 大家歸英 再來一次 Stri for End End 大家就說Stri for End It's End 課金比總編和CAL 省一口氣 你這新聞是否 那你是不是想省一口氣 待會節目就不會聽 現在先放還是今 是不是想這樣 卓盆武亭治閃電十一人的染光 有點像 但這些人 永遠都有他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還有要找這些人都很難的 即是你要找一個 即是現在你要找一個 top中堅很難的 其實你要找一個 好像他這樣 認真 你很少覺得他看得不好 但你又 就不會讓他打正傳 他看得太少 你不會想到 一個所謂的好與不好 究竟是標準擺在哪裏 即是一個 full time的 freelance 對 沒錯 有聽眾說 竟然你都會認識閃電十一人 有幾期 閃電十一人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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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 拜仁 我覺得其實 大家看一隊 球會的轉會 操作做得好不好 其實我很喜歡 拿某些個案子來講 其實拜仁在我心目中 我覺得就是一隊 做這些事做得好好的 其實我覺得他 他 我的時間都做得好 即是他要簽什麼人 什麼時候簽 很少出錯 他很少說買回來 不適合用 擺勁內 然後最後 走了 有這麼說 他不是沒有一些買錯的人 但他買錯得來 他買錯得來 他都不會拿一個很差的價錢 就可以出出去 這件事 我覺得是白人最厲害的地方 那你不要再厲害一點 你可以不適合用 然後升值 這件事更厲害 還有購買的價錢 這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 不知道是否某間球會 看到白人這方面很厲害 想學習一下 但你明明手上的課 又不是白人這麼厲害 所以就經常發大大武貨買 我沒有針對哪一對球 我只是在讚賞白人 我只是葡萄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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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a Liverpool fan Strafford end should never end 你知道這句正在什麼嗎 押賣雲 是啊 As a Liverpool fan Strafford end should never end 還是好像早幾天在Twitter的Meme USA和DSA DNA 我覺得那句很難 那句真的很難 但我覺得這些勾說 很像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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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說那個勾說 但是那些人是作的 但是作得很像他 作得很Donald Trump 是令到你沒辦法不相信 這傢伙一向都這樣勾說 出出的名字勾說 這傢伙一向都這樣勾說 第一下看 你真的覺得是Donald Trump說的 是 我第一下都以為Donald Trump說 因為他真的這樣勾說 真的 那英文有沒有押頑姑娘 當然有 當然有 你看看沙士比亞 要聽他的流行曲 沙士比亞有這個 任何文學都會有這個概念 是吧 所以其實拜仁呢 我覺得 反而最值得欣賞的地方 就是他的這些 第一是對Skog的計劃 這件事是 不需要由領隊 或者主稅自己去計劃 他設了一個公司 就是由幾個管理層 就是露明尼加 漢尼斯 現在漢尼斯 退休了 是不是 西霞美石 是不是 就是 他是找那些批人回來 去看整個 就是 那些批人 是怎樣去買人 執人 賣人 這樣 我覺得這件事 是拜仁做得很厲害 早幾年 其實祖雲達斯 和拜仁在轉會方面 那些level 都是 我覺得都是 感上一高 但可能現在 馬洛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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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洛達就轉了去國米 但他去國米 又專門走來火棒 但 拍拉迪斯 操練 組記 我覺得功力就比較順利 但 在我心目中 我認為 拜仁始終是歐洲 講求會 買人 賣人方面 有些拜仁粉絲 好像Ivan 李星陽 常常在活生 拜仁 隔壁都買錯人 例如 阿諾諾 連牙杜山齊士 我覺得 要這樣看 買錯人 其實 都不是很大問題 如果這樣叫做買錯人 已經是最大的煩惱 其實都很小事 你可以想想 你買球員 就好像買股票 那些組合 有些 你控制成本 是買股票最厲害的 高手的學問 就是對沖 那你拜仁 就算明知道 我撿了一隻回來 是不是 不太升到一隻 但總之都找到一個 最合理的價位 是出出去 很少見到拜仁 接回來的貨 是要背負原本 簽回來的價太多 去放出去 而且這幾年 他接了很多 是免簽優質貨 你這些 免簽一定是頂級球員 你是夠 一個頂一個 你都覺得值得 是吧 所以我覺得 拜仁這方面 真的很成功 當然 另一隊 都值得說的 就是多蒙特 都很成功 多蒙特算成功 但當然我覺得 在轉會方面 他們成功 是成功在他們 只是一個賣場 但拜仁不是 對 他是不僅僅 在買賣上 他要繼續做到一個平衡 他是要見到戰績 他要壟斷 但多蒙特是一個高級版的賣場 是 你問我多蒙特的 那個 他在買賣方面 是稱善 還是 在球會的戰績上 是稱善 我覺得都是買賣 稱善 有聽眾問 Sony 這麼容易傷 會不會入錯貨 不會 45M 我給他傷半季出半季 我也覺得入錯貨 加上 德國未來 數一數二的核心 哈佛是第一的 但Sony 應該都前幾位 沒有二都三 前幾位 香南迪斯算不算水貨 不算 如果看世瓦杯的表現 他OK 不過拜仁現在這套方 不適合他 你拜仁現在那套方 那兩個集 砌到上去 當第五六個逆風 我為什麼需要盧卡斯 所以這些不是水貨問題 這些是系統的問題 這個有頭髮 誰想盜諾賓應該是拜仁球米 他才會說出 要異傷才可以踢拜仁 哈佛 這句是拜仁粉絲 但拜仁 就是有能力 是吧 就將這些 我們經常都覺得是異傷的人 組合成為一隊很有戰鬥力的球隊 是吧 他好像中堅好一點 但是記住那些 他這種中堅是什麼呢 魏三後衛的左中堅 又或者你當他好像以前 艾比道那類的位置去理解 他作為一個集就幾好 但如果你要用艾芳索大維斯 那類型去量度的話 就不是那一回事 還有芳索大維斯太好了 真是 早期連行山都可以走到雙駕了 這些正正中了什麼 就是我誤判 我會救 我行山 就是這些 哈哈哈哈 我是說當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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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蒙特就轉會槍 其實今年的情況就是 留了Centro 值得慶祝啦 夠啦 看你哪隊 看你什麼角度 明年再高一點的價錢才賣 為什麼要今年賣這麼旺狗 是不是 那也有道理的 為什麼Jayton Sandro要 首先第一件事 Jayton Sandro如果以一個股票來說 他這個技術面很好 那個技術面是來自於 第一他是鷹人 第二他是鷹人 第三他是鷹人 哦 但他是一個 在外國的頂級聯賽的主力鷹人 更好 出口再轉來銷 如果要回到英超的話 價錢容易炒得貴 就算今年 Centro 不放 等到明年曼聯再來 再賣貴一點 到時候曼聯就會 簽的了 曼聯最昂貴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這個位置 我認識這麼多年的曼聯 是專門做這些昂貴的 今年說是1.2億你不簽 明年1.5億 1.6億 OK殺你 我最記得是費蘭尼 我有一個朋友 不開名 他買東西 爭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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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磅半買十多元 他說 十多元 十二元 不是二十元 二十元 好可笑 哈哈哈哈 萬聯就是這個個案 但是 我不可以爆他的名字 我跟他很好朋友 我不可以爆他的名字 就是這樣 明年有分歧 億五都要簽 是啊 所以我們今集《Silver End》的主題是什麼呢 就是夏季轉會總結 夏就是下一個的夏 真的嗎 監製還是什麼起得好 要不要叫監製 即是冬季轉會槍 哈哈 夏季轉會槍 夏季轉會槍 以前已經說過了 是啊 是我的節目起了作用 是我的節目起了作用 真的 連Woodward也聽過我這樣說 七年先必這麼妄咎 是吧 是吧 但當夢特其實就 除了剛才說 留著Jaden Central 其實就安利簡 就正式買斷 但是就貝林咸 現在就已經在打正選 高山風火林 另外就有蒙尼亞 但其實蒙尼亞出來的表現 又及不上帕斯勒那麼好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季初當夢特的比賽 另外就是蓮尼亞 但是我又暫時看 蓮尼亞好像 應該未必這麼快 有機會可以在當夢特出場的機會 另外就是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那個買賣 是吧 郭斯應該去哪裡發展 去了 去 PSV 是不是 都去了 郭斯現在的情況很難 很難 我覺得他有名氣 但他名氣太大了 他很難找到 都求會下腳 蒙尼亞速度這麼慢 打逆位 其實蒙尼亞的角色 跟剛才我跟柏華特那些都差不多 我當初以為 你把蒙尼亞收拾回來 都是用右中堅 我以為 但是暫時看到 季初的表現也是 差點 幾點講英超 轉會總結 我當然不肯說給你聽 你繼續聽下去 你不肯自己試 那你現在一直開著Youtube 不要Quit 待會就有了 待會可能 喝罐酒 打個炮 這麼快就講英超 不知道什麼時候 總之今晚會講 沒錯 今晚一定會講 或者我最多幾分鐘才講 是吧 法夫利學路維 用安利減打右中堅 但上一集 Alnick也評論過 其實這不是一個合適的打法 我個人認為 其實打右中堅 他是因為 那個時候 羅渣士轉陣 硬扔他的右中堅 那時候才發現 打右中堅好像都可以 但其實不是 都不可以 其實重點是 我們選擇的位置很有趣 他介乎在右閘 右中堅 防守中場 其實就是包含你的球隊防線 禁區外一點點 右副位的空檔 Half Spaces 你找他打你的位置 用他的遮掩 用他的身體 因為他的下盤很穩 個人有一定的身形 是吧 再加上他 可以拿著那個球 做一個進步 是吧 這個角色 其實 是對那對球的表演 可能有用的 是吧 而不是路數型 而你打三中堅 如果有中堅的話 似乎 經常會失去那些位置 而且他企線很差 所以其實 我們選擇 是一個很好用 但是如果 你們用很多 一些傳統的球員 的位置 和踢法去理解他 就覺得他很難用 所以其實就是 再一次證明 其實現在的陣式 數字的意義不大 其實大家說 就是場上的角色 你無論擺他在哪一個位置 但是他的角色 是可以有不同的演繹 所以 你剛才用羅德士的 右中堅 和路維的右中堅 或者現在的右中堅 其實是 雖然都是右中堅 但是他的角色是不同 即是好像有些後衛 明明是一個後衛 但是其實他 助攻多於什麼 又或者是前鋒 他是一個前鋒 但是他入球其實不多 你講到好像 國產007裡面 那些古話的槍 即是不需要給這個 你以為這個是一個 不要給名字框著自己 以為這個是一個風筒 其實它是一個替數跑來的 你以為這個是一部手機 其實它也是一個替數跑來的 你講到這樣 所以真的是一個角色的問題 這個陣容 正式上 球員配合上 怎樣保護到他 怎樣令到他不用做一些不擅長的 令到他做一些更加擅長的事情 這個才是重點 我記得有一集 我們請了Rocky Yao 他就是Instasco那邊 住大中南地區的一位分析員 他有時候做一些球探報告 分析球員 但是他對於球員的定義 他很少像FM那樣 給他很多名稱 他只是定義這個球員 就是前鋒中場 還是後圍 或者你說如果邊線 就是翼鋒 集圍 但是他對於球員的踢法 描述就會豐富很多 其實你當教練 或者你當球探 或者你當球探 或者你當球迷 不要講到這麼專門 其實我覺得 大概球員 他的位置屬於哪一條線 會有一個操略的理解 因為它牽涉到他的活動範圍 哪個活動範圍較多 但在這個活動範圍上 其實這個要再仔細一點 去做一個歸籃 總結來說 多蒙特也做得 我覺得都算成功 這個夏天 其實在轉出那方面的人 就不是特別多 譬如說 可能借了和夫過去 科龍 夏機尾沒有簽 我覺得這個 對多蒙特來說 幾大打擊 這是比較失算的地方 我覺得夏機尾的出擊力 對多蒙特來說幾重要 梅里亞很明顯 不是打這個位置 或者這類型的閘位 其實他像一個魏三後 右中堅比較多 角師 就鑽了PSG PSV 剛才有人說了 另外 還有就是 巴拿迪 就是阿根廷的中堅 其實都簽了一段時間 但今季借了馬賽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馬賽出場機會多不多 會不會被多蒙特申利用 之後 托伯克 轉了雲德不來梅 但托伯克 其實都跌得幾多 都不期待太多 這個就是多蒙特的轉會槍 是吧 德甲的轉會槍 我自己就 看多一隊 RB來比蛇 其實 因為 當然 其實可以說你華古順 因為 始終賣走了夏佛斯 買走了夏佛斯之後 又有一些 觸目的轉會活動 其實在這個轉會槍裡面 RB來比蛇 他是有賺的 他有賺的 他有賺的 他賺了2350萬歐 考慮到的 其實RB都不是很喜歡 亂用拼錢的球隊 雖然他 對不起 他不是有賺的 對不起 不是喔 是有賺的 是有賺的 因為他賣天武雲拿 他賣天武雲拿 他賣天武雲拿 賣了5300萬歐 其實 天武雲拿 那裡的轉會費 都幫補了RB很多 買回來的人的價錢 就相對便宜很多 譬如蘇俄夫 蘇俄夫 蘇俄夫是水晶工的中鋒 其實常貴借這位普超 但是 上一集節目都講過 其實蘇俄夫 他的身形 他的 相對比較像 儲等一點點的 一類的中鋒 我是 其實這個轉獲 我反而不太明白 為什麼RB會買 他是比較儲等型 他是 但是RB的形式 不是這樣的 他是 他也有一定的活動能力 當然他也不可以 那一隻 是的 而且其實 我不知道 其實拿高市民 有一個很出名的 就是什麼類型的 戰頭都會用的教頭 對 你看到現在 譬如 王喜燦 蘇俄夫 然後還有寶神 對上那個 又有 舒希克 舒希克 雖然沒有去到RB 你看到 其實在天武雲拿 他什麼的戰頭都會用 就是 你聽回上一集 你講 RB現在喜歡玩這個 就是 兩戰頭後面 找到一個收割點 類似是 Almo Almo 做這些角色 奧莫 都幾成功 其實今年的 RB 我覺得 他找回來的 那些球員 蘇俄夫 王喜燦 尤其是王喜燦 很值得期待 另外 還有就是 古華特 由羅馬 借過來 看看會不會翻山 我對 古華特的 評價很高 但 我想 我覺得 去到RB 會學到 RB 應該是 最容易培養 人才的地方 他增強無球跑動配合 和迫搶的意識 是 聽衝說 其實他又不像 早連頓 可以拉左邊 都幾難明 但 不知道 我幾期待 看看蘭古市民 會想 合到什麼出來 我覺得 我經常都給他這個評價 他是一個 很善用戰頭的教頭 他是很聰明 他可能做上季 就輸一個角色 其實 風格也有點像 其實 跟著其他的買賣 我想 RBA疫情下 都不敢亂花錢 因為 財政資源上 都不是主張 要花很多 所以借了 軒力哲司 摩納哥 軒力哲司 都是 左右閘都可以打的 另外 還有就是 沙馬錫 這個德國的進攻中場 等一下會不會介紹一下 也是一個潛力股 哈法 哈法 那邊轉過來 馬天尼斯 拉斯帕馬斯 的門將 但幾年輕過22歲 都是花了250萬歐元 總的來說 我覺得 其實 撿回來的人 其實是可以期待的 其實他看到 有一些可能是 上限都已經到達了 都沒有什麼必要 就一定要是 繼續留下來的 譬如奧古斯丁 這個 法國的前鋒 最後他去了南特 之前借了他的私人 另外還有就是 Nookman OK 他是完全看不上眼的 對於是Nookman 對於是Nookman Nookman 最後就是借了他富咸 所以 富咸很開心 上一場一出來 很有表現 開心 這個好 這個好 所以 所以 納比石就是他的案子 大家都知道 RB的集團的運作 就是 他現在在疫情之下 今季就不用那麼多 但其實他真的要人 其實很多 已經鋪好了 例如 剛剛這個 剛剛這個禮拜 好像 班士尼那個領隊 講英冠那邊 班士尼那個領隊 那個Gluber 都被RB招攬了 去了美職那邊 這個 接下來又會是一個 很出色的領隊 Gluber 說 喜歡用一高一的組合 一個前鋒 加一個可逆可前 可偽久 其實 蘭高士文 連三個高佬一起擺出來 都試過 這個 我覺得是 有點像 以大利的教頭 用前鋒的風格 什麼類型都可以擺出來用 以大利教頭 只有一個 不是很懂得用的 就是單箭頭 沒有幾可見 以大利教頭 單箭頭是沒有得好 沒有幾可的 但是如果你說 給不同隊員的前鋒 去用的時候 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玩出來 所以 剛才想說 就是 RB其實除了 有一堆圓青球員之外 其實教練也有很多 準備好 隨時可以上到的 例如 西斯堡那個 Marshan 美國國領隊 他現在又 招募了一個 即是接下來很多個會出來 所以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 沒錯 而至於這邊 雙眼利華 古信 就一次過放了 荷蘭特和哈佛斯 但是就簽了 就是舒希克 但我感覺都疼了很多 因為兩個進攻點對 你說古信來說都很重要 不是說舒希克的了字不行 但是 擔心的是 其實 看看他加上 就是阿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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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很推崇的一位 就是德國的新人 看看組合出來的情況如何 但是 感覺上 好像你說古信 都很重要 所以 如果從德甲的轉會操作 在那幾隊主要的球會來說 我自己就會是 拜人暫時是高一點 然後 就是阿佛斯 阿佛斯 這隊 都可以說一下 就是哈佛柏林 哈佛柏林的話 都花很多錢和資源 但他打得不好 還是 一般 暫時不是很突出 可能要一點時間才可以轉化成績出來 看看阿佛迪亞怎樣用這一隊人 今年最大的收購就是 科隆籤這個哥道巴 一個哥倫比亞的蛇手 抱歉 他不是哥倫比亞 他是哥倫比亞 都花了一千五萬歐 其實都算是花了幾多的一塊錢 但 暫時看來的反應都不錯 哈佛柏林 另外就是門將舒和魯 從菲雅堡籤回來的 另外就是中堅 艾達列迪 還有高朗寧根 這個就是施斐克 還有就是借了 根道斯 借了根道斯 我想借根道斯這一刻 都頗值得留意的 就是阿迷們 開心啦 簡直是阿迷 我自己比較失落的地方 就是他把杜達賣去科隆 杜達 這個問阿Sam 以後杜達要看科隆 還有這個就是 烈基 這個烈基就是賣去西維爾 但是感覺上 感覺上好像駐會操作都不是關鍵 最重要是球會技線上的調整 很快又說一下 就是衣甲那邊 我想其實今年衣甲 如果說駐會槍的話 其實有兩 三隊 四隊 四隊 四隊我特別想抽出來說 主要球隊 不過你國米組 其實是米蘭 OK 如果你說 喂 為什麼你不說法蘭天娜 為什麼你又不說一下 其他球隊 什麼羅馬 那些 羅馬拉順都可以說一下 不過我想我快一點點說 就是 A.C.米蘭 對吧 感覺好像被人有些喜色 嘩 我知道有喜色 現在是 零封對手 暫時來說 三戰九分排第二天 這個比奧利的A.C.米蘭 因為我有看A.C. 因為我有個很好的朋友 他是A.C.球迷 所以我也有跟他一起看A.C. 你講了一點點 除了轉會以外 就是他的A.C. 基本上 早幾年 A.C.以來 我經常都會說 一件事就是 球員落到場 不知道自己做過什麼 只懂得 錶完那個球 看到有什麼人就交 總之球向前 我做不到 我回頭 是完全看不到他們有什麼套路 而現在A.C.是很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那 E.B.在前面 也都 好像有個大佬 有個大佬 喊著 又不同些 即是他罵人 沒有人敢搏咀 那些 變相整隊球 是生了 那 我也很驚訝的 是他簽到 那個中場 新派路 新派路 球員是喜歡 新派路 對 球員是喜歡 加度數的 以加度數做模板 變成了新派路的球員 那 我覺得 我們 上季季尾 不是說 A.C.為什麼 最後不是說 不要 難力黑 覺得 為什麼不要難力黑 難力黑這麼好 即是現在 你會看到 原來 對球這麼聽 教練說 這麼好 怎麼看大落 是 背景 質素一般 速度又不是很快 對 可能做一些配合 下底線 那些還可以 但速度又不是很突出 防守更加一般 不 不過他左閘 賣點就是左右閘也能打 對 他 他 全大落之前 是全熱刺那個 奧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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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明白他們這麼奇怪 奧利亞的速機率 一般很多 但我想可能是第一 奧利亞的工資 應該都 貴一點 是 還有可能不知道是否二次想賣斷 是不是 還有 還有 奧利亞本身也沒有右閘 我覺得 可能 你簽奧利亞也理想很多 但簽達諾的話 我覺得就有點 不知道是怎樣的感覺 因為達諾真的一般 哈哈 但東拿尼其實 真的 我覺得 真的像 加勞多 是嗎 是啊 因為加勞多是 純防中來的 他又不是很像派露 是的 但你要 你要 像你說的 當拿尼 他是比較像派露 如果你說要像加勞多 那就是因為 他沒有可能像加勞多 他有些技術元素 你記得有時候 他自己推些球上去 那些 但他像派露 站在一個位置 去分球 他又不完全像 但現在很少 很難去 一個人 像以前派露 你看看他跟賓拿斯亞 是怎麼合 你說 逆風那裡 就是挪威仔的猴子 那這個 比較陌生 千萬五百萬歐 看看會不會捉到的潛力股 沙耶馬的卡斯 又一般 是 卡查 就是 作為一個貨板 保持得OK 但卡查是OK的 卡查是OK的 然後 然後 泰泰勞沙盧 作為後備門將 這個沒什麼值得說 卡路勞 純粹是 都是撿了潛力股回來 隔壁屎 可能年輕人 過人待遇 很滿足到的 搶回來 巴謙迪亞斯 他反而就 他反而就 他除了 他雖然是借回來 但是他是用的 巴謙迪亞斯反而 真的要值得期待 是啊 是用的 巴謙迪亞斯的個案 就跟斯巴尼約斯 在阿仙奴有點相似 是啊 有點相似 因為其實第一 球隊本身 那個技術的元素 中田友的技術元素 不夠強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很突出的位置 給他去發揮 是 第二 就是這對年輕人 他回到黃馬都不會有前途 是 分分鐘又在這裏打好些 搏一下有沒有機會 就算你說 可能最差的情況 繼續留在阿仙奈倫 踢多兩三季 是 因為通常你在外邊這些地方 你阿仙奈倫這些環境裡面 去踢得好 反而你入國家 回到國家 那個機會很大 東拿尼簽了迪羅斯 不是那回事 不是 迪羅斯不是那回事 你記住 你迪羅斯去到後期 用開發多個前文 他可以 打完後面那間 對 對 多拿尼不像 對 有人提出過 其實反而 多拿尼像 摩迪多 低 低 又摩迪多 低 不是Hairy Wings 是摩迪多 低 低 低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AC米蘭的轉會操作 我覺得是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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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聽眾說 Apatine 是不是呢 可以再看多一點 像 威娜 Dino 又不像 不是那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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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倒閉型 但我覺得AC米蘭最成功的就是 轉會槍也沒有怎麼洗到人 他最多都是花了二千二百 二千三百萬歐 但是他就 呃 不是 但因為他 裂壁 這裡沒有寫 他不知道 那裂壁 傳就說 又有人說 二千二十三千 不知道幾千 當然裂壁是很適合用的 很適合 所以其實 我覺得今年應該似是近幾年來 比較 對版 比較是 做得好的 一季的 AC米蘭的轉會槍 說一下AC米蘭的趁家 就是這個國際米蘭 國際米蘭 國際米蘭 非常之強勢 研究怎樣做老人員 但 你不要理 就是 在二甲這些慢節奏的地方 是 他簽回來的人 他用得著就是 是吧 事實上 今年 轉會槍那裏 他是 簽下機尾 簽下的 簽下巴里拉 簽下 簽生煽 簽位 彼勒文迪 然後還有賣斷 מ 有關齊時 還有講達美安 還有講維達爾 很多人 你問我的話 馬諾特今年不是花很多功夫 不知是否蘇寧那邊的水都開始緊緊的 所以不是主張有很大的動作 再加上今年的疫情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你看到國米也不是很大的投資 最昌早期的時候 去年又說連什麼摩迪 今年又傳美斯 對不起 國米也不會這樣花錢 下機尾都改變了整隊 因為下機尾都不算是一個翼衛 他比較像一個進攻中場 但在國米的一個很健全的防守體系去加持之下 下機尾的發揮空間很大 而且其實大家有留意的就是 江迪他教球 有一集Mathieu上來講過國米的個案是怎樣 國米其實就是你後面的東西 不是說怎樣很細緻 好像一些一線強隊那樣 那些表演要做得很細緻 那些球是反而很喜歡邊線的 一下湯下去 一下湯下去 然後努卡古就在前面壓了 下機尾是一個很好的球員 就是他可以兼用的東西 他可以兼用的東西有很多 巴里拿和新思 加強中場的可以用的資源 你們不要說 不是曼聯B隊 他是接曼聯的貨 曼聯B隊的意思是去曼聯做A隊 他應該會反過來 你明白嗎? 是逆鄉的 大家不用經常笑過國際米蘭 國際米蘭可以接收曼聯 你試想一下 剛剛出了我的帖子 在維羅的社群組 你想想曼聯就好像亞視 國米就有無線 亞視的無線就會比較紅 這樣就對了 你不知為何 覺得田越來放在亞視上 這個感覺很差 但田越來去到無線 就可以了 即是曼聯 離曼著一陣亞視味 是啊 你想想 屌你老母 你看看 A-Yan A-Yan 放在亞視那邊拍戲 覺得屌你老母 很大陣亞視味 但去到無線 他的戲很突然 他人都沒有變過 不過是個台不同了 一個台OK 一個台齊 一個台齊 所以我的判斷 那萬年是一隊 不懂得令到球員踢 但這個判斷是沒有錯的 文迪蘇傑我就懂 袁文傑 袁文傑OK 收視高過我們 有帥哥又高大 訂閱人數比我們更多 我們拍馬都追不上 對 我們要學習的對象 我們要學習的對象 我學不到的了 因為第一他有演期 第二他有帥哥 第三他有高大 那些衣服全部都是天生的 我只負責坐在那裡看股票 我怎會救他來呢 無論如何 講完國米 八人講了 八人講了 所以 William 你問我 怎樣看文傑 我就告訴你 答案你滿意 多謝你的課金 第四次 戀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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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可以拿何鷹和袁文傑給的 袁文傑漂亮 他們受歡迎過我們 你看收視就知道 你自己可以按 你不要按下三個頻道 哪個訂閱更多 除非有一個情況 我們就可以評論得深入一點 就是靠你們幫忙 按多些廣告 不是按廣告 就是叫多些人訂閱 還有收視高一點 我們才有發言權 先有資格評論 我們現在還沒去到一個位子 可以跟他們去比較 是明顯都沒得比較 讀書 一年都沒讀完 在評論人家讀老師的 大樓的味道 我們憑什麼 忍笑忍得很辛苦 我說真的 為什麼你們覺得我勾誣 怎麼搞錯 獸醫萬不對何榮 這樣也不夠抽 另外什麼 三中堅打不到主 主持說 道來尼茨 派路是最接近場 全球準有技術 有罰球有防守 超級連結人 能否練到高山和何蛇 你就找一個超級連結人 連結我們 高山是感性分析 我作為一個愛情的投資專家 我一向都是走這個路線 另外 袁文傑和隔壁台好像又分開了 隔壁台的士兵 我們不肯說 對 找集一次就請他們來做節目 他們肯 輸轉降季來才行 是不是我不想請 現在是不是公開邀請 對 對 沒錯 你們什麼時候打國際線 我每天都買美股 我算不算打國際線 我沒有能力做國際線 我只會用廣東話 英文是很差的 所以誒誒一點 Ryan Child 你們把口好一點 人家賺食就是各有各組 我把口很好 說真心 真心我們怎麼跟別人比較 都說那句 看訂閱人數就知道 看view數 對 雖然我們也不用追不追求 什麼有尊嚴的生活 但老實說 你說說收視 人家是贏家 對 大家不要以為我在反諷 我真的是真心 而且這些數據是不能任何解讀的 不是像XG一樣 真的 這是入球比數 我要這樣說 大家的定位不同 我們呢 我們的企位不同 我們做這些奔放地交易的節目 做兩個小時 我們賣點是什麼 長戲 你找些東西 沒有東西做 找些東西聽 兩個小時就塞住 就是不知為何 你群人無厘頭糕 都要放一把氣聲 兩個小時 做家務也好 打字也好 不知道做什麼 有人聽著睡覺 有人說我聽著睡覺 我都覺得 聽誰的聲音睡覺 聽我的聲音 聽著我們節目睡覺 聽著我們節目睡覺 聽我們節目睡覺 這麼厲害 有沒有一個做法呢 監製 將我們的節目 好像亞視的節目 從後又重播 過幾個小時 就收YouTube的廣告費 可以嗎 不是拆散好一點嗎 拆五十段 就好一點 二兩彈 怎麼會看到YouTube 有些音樂 他播了整整晚 播你的小聲 有一集 狂笑 對 然後 可能是一集 十幾二十集 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然後可以收一些廣告費 應該都可以 我覺得 好 人家可以跟何輝做節目 你們收皮 我們收了 真的收皮 真的收皮 回應一下這個問題 連燈章除了衣服的圖 是不是真的你們 告訴你 有個姿勢 很好笑 以前在高登的時候 就拍著我在郭叔 C.U. 喝醉了噴蛇 這麼厲害 年輕的時候 什麼狠狠都做過 但是樓底樓到現在 就是證明人紅 證明你是比較年輕 你又不見我小時候 都想流出 我那時候沒有Facebook 糟糕 我聽高先生把聲作 Simon 真心尤其屌慢 是嗎 真的 我們很多元化 做家務也可以 陪人睡覺也可以 做工作也可以 什麼都可以 就是沒有人聽 就是沒有人聽 有一個專心聽 找我來吊慢這件事 做法是什麼呢 就好像你失戀的時候 容祖兒一樣 又會容祖兒 那你明知道你失戀的時候 容祖兒 你又會越來越傷心 你又不肯知為什麼 會不會請何榮帥 都說了 他書專降季來到這裡 也就是 他跟誰做節目 他跟何輝是做節目 欣著被人告 有個美國獄境 逼迫過 Search год Babysharp兩個小時 給官員說沒人性 小心點 我沒有逼人看的嘛 如果我們有Babysharp的待遇 我們就不用坐在那裡了 給官員說沒人性還是官員沒人性 如果你是香港的 context 你先想清楚一點 真的 好啦 說多兩對 快點完結 這是第一次 我們要預言時人 再說第二次 祖雲達斯 嘩 天啊 一個Alpha 都已經夠了 Alpha 另外還有什麼 文達高拉 烏丁尼斯 防守中場 摩拉達 不知道為什麼 摩拉達 之前看過 我理解到為什麼 因為斯朗兒的戰頭組合 他自己都需要多一個 走位 還有用跑動去拉開對手的空位 那類的拍檔的 我覺得 但是你說是不是必須要簽回 摩拉達呢 這個就有點懷疑態度 另外蘋果 是不是請高生講波 如果可以的話 會不會去 我老闆都可以 有錢收我 為什麼不讓他去呢 才有錢收嘛 廢達利 高機 愛沙拉 這個真的值得說了 遲了三年才去祖雞 其實他應該一早就去的 是 他應該一早就去的 是吧 你怎麼看這個祖雞的絕會槍呢 我覺得 除了摩拉達之外 我覺得幾好 Alpha 一個 大哥 給哪一隊都這樣用 Alpha 認真 我覺得 有些球員是 他的級數就是 就是 去到你擺到哪一支強隊 他都會 能夠踢到 能夠幫到隊伍 還有他用誰去換 他用30歲的換他24歲回來 真可憐 嗯 就是 就是 有一次正面 Bachai 世界級戰會 是的 世界級戰會 Bachai 幫了他 那 其他我覺得 都是這樣 摩拉達 我覺得就 無厘頭一點 因為 之前都說過 其實他連續 不知幾個季 他是每季 入不多過十幾球的 嗯 就是還有頂級球員要他 還要是 就是 浪費錢買的 球員 就是你說 卓寶木亭 那麽 那麽 免費轉會 或者 平價 買賣 我 我覺得 完全OK 但是這個是 浪費幾拿多錢 大家 拿到回來 然後就會用兩年之後 但是 扔他不順 然後就扔給別人 然後又有下家接 現在是祖記接 我不知道祖記可不可以幫他 升級了 但是 因為呢 太多球隊說的關係 那我們就把英超和西甲 其實西甲都沒有什麼說 是的 黑拼麻的 留下一節 現在休息兩分鐘 好 待會再踏十 繼續 OK OK 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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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